复赔梅时间 各位观众您好 在一连串给您介绍了很多次的 这个豆腐衣的吃法之后呢 从今天开始 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一些豆腐的 一些不同的吃法了 那么说起豆腐来 它是我们中国人最常吃的 最家常的一个食品 中国人从古时候 就把豆腐拿来当作是 家常菜的一种材料 那么吃法呢 各省都有不同的一些吃法 那么豆腐呢 大家都晓得 它是植物蛋白质最高的 也是最好的一个食品 同时呢 它的这个脂肪 也是属于这个植物性的 那么另外呢 它没有胆固醇 所以呢 豆腐呢 实在讲起来 对现代人 尤其是所谓的成年病多的 一些人来讲呢 它是属于健康的食品 那么今天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 两道菜 一个呢 是四川馆这里有名的 胸掌豆腐 另外呢 就是金菜里头 大家看到过的 豆腐堆 那么等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就开始来示范 好 那么现在呢 先做这个胸掌豆腐 我刚才说胸掌豆腐是四川菜 但是呢 它并不是一个辣的菜 四川馆这里呢 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豆腐的菜 是有名的 尤其是麻婆豆腐 和这个家常豆腐 是家喻乎小 而那两种豆腐呢 都是放了辣豆瓣酱 炒出来呢 都是辣辣的 胸掌豆腐呢 它是属于红烧豆腐的一种 只是它的这个片切得很大 让人家感觉像熊的掌 所以呢 又厚实又大 我们切豆腐的时候呢 看这个豆腐的这个厚度 今天买的这个呢 是板豆腐 板豆腐呢 比较有香味 板豆腐买嫩的回来以后呢 多放几个钟头 让水出来 那么就比较硬实一点 豆腐是越嫩的越好吃 但是为了这个烹调的说方便 要把这个水呢 给它沥掉 如果想快的时候呢 就把豆腐平放在 平的放在这个菜板上 然后呢 上面压一个碟子 让这个水快点出来 好 都是切这么大 也就是说两寸四方的豆腐 你就给它横着片 厚度呢 差不多一公分不到一点 那也就是说 看这个豆腐的厚度了 那么今天呢 这里用三块豆腐 好 用三块豆腐 这个有硬边的地方呢 给它拿掉一下 拿掉 太硬的不要 那么这样子 把豆腐片好了之后呢 在油里头呢 煎一煎 或者是炸一炸 但是呢 也不能够炸得太硬 不能像这个 油炸豆腐那个样子 那么黄 那么皮 那么厚 那么油多一点 那么一次 可以多下锅 如果你油少的话呢 要分两次来煎 要分两次来煎 好 那么煎的到这个外边 稍微有一点点黄 有一点点黄了 那么你就可以捞起来了 不必要炸得太厉害 不必要太厉害 然后就把这个油倒出来 我们就开始来烧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要准备一点这个 烧它的这个配料 通常呢 熊掌豆腐 我们看到的 多半都是有肉片 有这个香菇片 也有一点笋片 那么你也可以放 一点虾米 也就是开羊 让它有一点鲜味 也可以放一点这个木耳 在里面 没有香菇的话 用木耳来代替 也可以的 那么另外要想 有一点这个绿颜色 在里头呢 放点豆甲啦 或者是放一点这个 现在的绿的菜花啊 都好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已经炸好了的 捞起来 那么另外呢 这个油呢 先给它倒出来 好 那么等一会儿呢 就可以开始烧了 关于这个肉片 用全瘦的瘦肉 差不多有个七八片 就可以了 用一点太白粉 和姜油 把它腌一下 好 不要太多 那么这里呢 是姜油 给它一点姜油 然后呢 这个用一点 这个太白粉 把它抓一下 这里是太白粉 这里是少许的姜油 那么把这个肉片呢 抓一抓 让它能够 下锅的时候呢 能够嫩一点 这个作用呢 就是在这里啊 所以要放一点太白粉 把它抓一下 那么这里呢 还要切两根葱 这个葱呢 是切小段 好了 如果有笋子的季节 你可以放一点笋片 不过呢 也不是一定要放的 不是一定要放的 这个笋子呢 已经煮过了 这是半只这个冬笋 这里呢 还有几个小香菇 那么香菇呢 有的太大了 就可以切开来 很小呢 就不必要切了 好 这些都是配料 那么这里有用水泡过的 所谓的开羊 也就是虾米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烧这个豆腐 大家也许听说过 这个是千年炖鱼 万年炖豆腐 说豆腐呢 一定要烧得越透越好吃 那么当然说是几年几年的 实际上呢 也就是形容要时间久 时间长 那么烧鱼的时候呢 也是要烧得透 味道能够进去 必须要烧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熊掌豆腐呢 就是属于要烧得久的 一种豆腐 因为它的块比较大 好 那现在呢 起一个油锅 因为豆腐炸过了 所以这个油呢 不必要太多啊 好 等到油热了 就把葱段下锅来爆一下 同时呢 把这个虾米啊 还有香菇啊 都下锅来 对了 应该是把这个肉片先锅 在油里头炒一下 因为肉片呢 先下锅 在油里头炒一下 让它熟了 或者是你另外用油 把它划开也可以 肉片炒过了之后呢 再放虾米 放香菇啊 这样子在一起 好 这个肉片本来应该 泡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好了 这样子烧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这个 加这个调味料了 这里是姜油 这里是少许的酒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加一点高汤 或者是水也可以 所谓的高汤 也就是骨头煮出来的汤啊 那么你加一杯半 或者是两杯都没有关系 然后把这个炸过的 这个豆腐呢 就下锅来烧 好 还有笋片啊 还有笋片也要下锅 那么这里呢 是少许的糖 真正是一点点 然后这里是盐 光是酱油不够咸 这个酱油呢 要颜色深一点的酱油 好 那么要用小火 慢慢的来烧 这个四川人呢 不叫烧 叫嘟啊 就是这个要嘟的久一点 时间久一点 好 那么 这个豆腐的 现在我还有 有时间 我要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豆腐呢 除了今天我用的这种 是属于板豆腐里面的 嫩的以外 还有呢 就是比它薄一点的 所谓的硬豆腐 硬的 这是传统的 在台湾常见的 板子上放的 嫩的 很老的 软的跟硬的 那么另外呢 四川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豆腐 这个大豆腐呢 我们叫它是山东豆腐 这种豆腐呢 很香 那么很硬 另外就是 现在所谓的营养豆腐 那么营养豆腐呢 因为太软了 有的时候呢 你要切得很薄的片来炸 或者是要把它压碎了 做豆腐泥的时候呢 并不是很理想 好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时间呢 虽然是烧的还不够 就是要把豆腐小火 给它烧个差不多 将近十分钟 那么汤汁烧干了 也就好了 那么为了让它吃起来 有一点滑嫩的感觉 所以呢 要勾个芡 这个勾芡的目的呢 是要让你这个吃在嘴里头 滑滑的 这里呢 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调了水的太白粉 淋一点调了水的太白粉 让整个的豆腐 都有一点滑滑嫩嫩的感觉了 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记得 起锅的时候 要淋一点油 这个就是一般的油 沙拉油 再为了让它有香味 要加一点这个麻油 好 这第一道的这个胸肠豆腐呢 就做好了 这个在四川管子里头呢 可以吃得到 但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家里 烧这个熊掌豆腐 也可以把这个豆腐呢 切得再厚一点 一公分多一点 好 那么这个第一道的 这个熊掌豆腐 是属于这个 四川的一道豆腐的菜 待会呢 广告之后 再给你做另外一道北京菜 好 下面呢 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道豆腐灯 这个豆腐灯呢 我刚才说是北方菜 实际上呢 它是台北的一家北方餐馆 在卖 而在北方呢 并不是这样子做法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这个菜呢 要用老豆腐 要硬一点的豆腐 硬一点的豆腐 今天我刚才给大家看过 这种大的 这种硬的豆腐 你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用普通的板豆腐也可以 那么这个豆腐呢 要先把它切成两公分的四方丁 四方丁 因为这个豆腐呢 没有味道 没有这个任何的味道 只有香气 那么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豆腐呢 放在这个锅里 这个锅里呢 是高汤 骨头汤 然后呢 这个骨头汤里面呢 还要加一点盐 那么把这个豆腐呢 就放下来 在这个汤里头呢 先把它喂煮 差不多喂十分钟 给它煮差不多十分钟 你如果用这个板豆腐 嫩的也可以 那么在煮的时候呢 火要小一点 不要把它煮成这个泡泡的空洞 所以呢 就在这里盖起锅盖来给它煮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今天这个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用的材料呢 是有干贝啦 香菇啦 火腿啦 什么的 那么如果是 这三样材料 你觉得太贵 你可以改成这个开阳啦 或者是 干的这个 我们叫这个 蚝瓜瓜 就是这个 磕的干的 蚝 干蚝 蚝丝 广多人叫 只要是有鲜味的 这种干的东西呢 都可以拿来一起蒸 那么今天这里呢 把这个干贝 已经给它蒸软了 这个干贝是这样子 干干的在买 你买两个就够了 那么小一点的也没有关系 把它放在这个碗里面加水 那么泡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呢 就放到电锅里去蒸 蒸呢就会变大 而且颜色呢会变浅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呢 蒸了以后呢 变成这样子大了 同时呢 蒸了半个小时以上 它就很软了 那么这个蒸的时候呢 只是水而不必要放酒啊 什么其他的去腥的东西 因为干贝并不腥 干贝是鲜啊 有鲜味 那么这个干贝的汁呢 你也要留着 给它当做高汤来用 好了 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呢 就这么烂了 用手指头这么一捏呢 统统碎了 那么这两个呢 都把它捏碎 捏碎了之后呢 这个呢 就排在碗底下 这个碗呢 最好呢 用一点油呢 把它这个擦过 这个油你可以用这个小刷子 刷汗一点沙拉油 或者是其他的猪油啊 都可以 这个给它涂油的目的是 要让它这个等一下 容易出来 扣的时候 容易扣得出来 好了 就把刚才这个压碎的这个干贝 挤干的 放在这个最下面 这个碗底 那么你如果还有其他的配料 你就把这个其他的配料呢 也给它摆进来 那今天呢 这里呢 有的就是火腿 中国的火腿 中国的火腿 已经把它蒸熟了 通常买的时候是生的 但是买回来以后呢 你就要整块的把它蒸熟 蒸熟了以后才能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切这个火腿丝 火腿丝 火腿呢 要切丝 先把它切成这个薄片 薄片之后呢 给它切成丝 那么为了让它能够跟这个 干贝的丝一样的长度 所以呢 不要切得太长 如果切这么长 你可以中间再开一刀 把它变成这个短的丝 这个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呢 这个美观啊 整气花衣的意思 好 就这样子把这个火腿切成丝了 因为它太长了 从中间呢 再给它一开二 变成短短的火腿丝 那么这里呢 有几个小香菇啊 香菇呢 如果是大 就得给它拍扁了 切半 拍扁了呢 就让它薄 等一下就比较细了 那么切成两半呢 这个丝呢 就短一点了 好 现在把这个香菇呢 也给它切成丝 这个用多少 没有一定啊 没有一定 也不必要太多 做这么一份 也不必要太多 好了 那你可以把香菇 跟这个火腿丝呢 给它 鱼鲜呢 就给它混在一起 免得等一下吃的时候呢 这边完全是火腿 那边完全是火腿 香菇的啊 这个味道不均匀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在这个 做之前呢 就给它 混合 混合以后呢 就给它围着这个 干贝呢 就给它铺在碗底下 铺在碗的边上 那么碗底呢 多半都是 用了这个火腿 差不多满了 铺满了 所以这个边上呢 就用这个 火腿丝跟香菇丝 好 那么这边的豆腐呢 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给它捞起来了 捞起来 捞起来呢 要给它沥干 沥干 现在这个豆腐本身呢 已经很好吃了 已经也有 鲜味了 也有咸味了 因为这样子 在高汤里头 加了盐烧过了 那么然后呢 再给它放到 这个里头来 放的时候呢 要给它放满 要给它放满 放满一点 好 那么这个样子呢 就好了 就可以拿来 给它这个 来蒸了 记得呢 这个上面呢 要盖上一个碟子 这个盖上一个碟子的目的呢 是要让它压得紧一点 尽量的让这个豆腐呢 在蒸的过程里头呢 能够连在一块 连在一块 好 先把它在上面呢 给它弄平了 然后呢 找一个跟它的这个碗口一样 大小的一个碟子 给它盖上 或者是给它平的 给它压上 给它压得紧紧的 那么蒸好了之后呢 它都会连在一块的 对了 这个里面呢 还要加一点高汤 这个所谓高汤呢 就是用这个 或者是你刚才的 这个炖豆腐的那个汤 也可以放进去 那么就这样子呢 就可以放到锅里去蒸了 蒸的时间呢 半个小时 这个 在蒸的过程里头呢 下面铺的这些料 干贝啦 火腿啦 香菇的 这个香味 这个鲜味道 都会往上面透 让豆腐呢 加以吸收 因为这个里面有汤 所以呢 它会很均匀地吸收到 你蒸的这些豆腐上面去了 所以这个 拌碗这个 这个高汤是 很重要的 一定要淋下去的 不能干蒸 我今天呢 这个是 好比说十个人吃 请客的时候 做这么一道菜 用这么一个碗 那你也可以 人少的话 给它分成这个小碗 饭碗 给它做两碗 或者是 再小一点的碗 做三碗都可以 因为这个做一次 觉得很麻烦 尤其是蒸的时间 那么长 所以呢 你一次呢 可以多做几份 而这个豆腐呢 可以回过来再蒸 要吃的时候再蒸 不怕蒸的 蒸得越久透 豆腐的味道越透 好 那么这个呢 现在就要来蒸 可是呢 我鱼鲜呢 已经蒸好了 一碗在这里了 蒸好了以后呢 这个汤 要给它倒出来 然后呢 要给它这个 锅个芡 同时呢 为了让它好看 我们需要一个 绿颜色的菜 围在这个盘子的边上 好 你用铲子压的 就把这个 里边的汤啊 就给它往外倒 不够呢 还得再加这个 另外的汤啊 要够一个玻璃芡 淋在上头 差不多都吸收进去啊 豆腐都吸收进去了 豆腐本身呢 变得很好吃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 给它扣 扣在大盘子里 好 小心一点啊 因为很滑 因为很滑 你拿好 盖上 反过来扣 歪了 往中间一点过来 好 把这个碗呢 就可以摘下来了 因为它的形状 所以我们叫它是墩 这是北方化 好像本省也是这么叫 这个一个像一个 墩子一样的 在那儿 那么这里呢 现在呢 就加一点高汤 这个是猪骨头 煮出来的汤 那么这个高汤呢 很简单 对了 还有刚才泡干贝的 蒸干贝的这个汤 也可以加进去 然后呢 加少许的盐 勾了芡就好了 这个一滚呢 就可以勾芡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滚了 我就给它勾芡 青菜呢 要炒过 好 这个汤滚了 加了盐 调过味之后呢 就要用太白粉呢 把它勾个芡 这个芡不要太干 要稀稀的才好 好 同时呢 这个起锅的时候呢 要记得 稍微给它淋一点油 因为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放油在上面 好了 就把这个呢 淋在这个 淋在这个上面 淋在这个豆腐墩的上面 今天这个是干贝的 实际上呢 你可以多用几种东西 我们做 这个八蒸的 也可以 家常吃呢 用开羊 其实也蛮鲜的 好 那现在呢 就开始来炒 这个青菜 这个青菜呢 很简单 今天呢 是买来的是 这个青钢菜 这个青钢菜呢 已经拿开水 把它烫过了 而且呢 每一颗呢 都给它这样子 破开来 破成两半 这个呢 用少许的油 一炒就好 那么喜欢吃烂一点的菜 你可以把它再给它这个 焖一下 好 一汤匙的油 把这个菜 烫过的青钢菜 那么你也可以用豆苗啦 也可以用什么青菜花啦 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绿颜色的菜 好 这里是少许的盐 这里是一点点汤 这样子把这个菜炒过了 这个菜呢 就可以啊 围在这个旁边了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这个菜呢 是请客的时候 很漂亮啊 那么所以呢 用的是干贝 那么也就这么讲究的 把这个菜心呢 摆得很漂亮 自己家里吃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呢 就可以简单一点 豆腐本身呢 它说实在的是一个 很单 很清淡的一个材料 你跟什么在一块烧 它就会变成什么味道啊 而烧的时间呢 要久一点 它必须要借重 其他的配料来 这个加重它的美味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做的时候呢 要想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吃法 炸好的豆腐 也可以粘着吃 像日本的天不辣 豆腐天不辣是很好吃的 完全是靠它的sauce 靠它的汁 好了 今天这个给您介绍的 这个北方的这个豆腐墩 这个是很漂亮的一道菜 也是很好吃的一道菜 我希望您喜欢 我在这里所示范的 那么节点下去呢 下个礼拜还是要给您做不同的豆腐 希望您按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